大家好,这是老陈,今天呢 我跟大家一起来了解另外一个猎徒公司 昨天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个猎徒公司叫任士达 它是荷兰的一家公司 荷兰是非常厉害的,它不光光有这么一家公司 而这个公司呢,就是 它掌握着Monster这个求职平台嘛 而任士达公司,它是全世界第二的人力公司 那我们看看第一大人力公司,人力资源公司在哪呢 其实,在瑞士 你看,在欧洲 这家公司,你看这地方 从维基北克上我们就能看到 它写的是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公司,总部位于瑞士 这个名,具体哪个城市,叫格拉特布尔布尔格 这个我们也不是很有名,我们大家知道瑞士 就是知道瑞士的首都苏黎世嘛 别的就,我们就不管它了,反正是再说吧 这个公司是由两家公司合并成立的 一家呢,叫ACO,一家呢,叫Adea Interim 现在呢,你看它取了后面这个公司的前两个字母 跟前面这个公司,ACO的全称 合成了一个新公司,叫Adeco 这是它的logo,就是它的商标吧 是红色,底色带圆角的一个 长方形 然后里面呢,就是用全拼 把它的公司的名称给拼上去 第一个字母,大写 大写的中间这一横呢,又从这出来了 就表达一种 像开拓呀,进取呀,类似那样的吧 这个公司 它现在是一个上市公司 它的资产也非常的 大,现在的这个就是总裁 叫Patrick,后面比较长,我就不读了 总部位于瑞士的苏黎氏 哦,那这就是叫苏黎氏吗 Gladberg,哦,可能是苏黎氏的一个小镇吧 在这儿人家就说是苏黎氏 业务呢,是遍布全球,它是一个猎头公司 它主要的业务就是招聘代理呀,人力资源呀 你看它的产值是非常高的 是 营业额一年就能到20亿 是非常非常高的 这个稀钱准利润 是300亿欧元 这都是欧元,不是美元 净利润呢,是10亿 就是2015年,一年的 是10亿欧元 这个呢,就是它员工人数 是三万两千多人 应该说是比较大的一个公司 你看,现在做猎头,其实也能做得非常非常大了 这家公司就是Monster了 Monster本身也是比较大,它现在也是一家 非常大的公司 而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德科集团,从这里就看到非常大了 现在我们点到它的 网站上去看 这是它的网站,它的网站的设计啊,是比较简洁 就是它的那个 Logo的那个底色 再加上Logo的那个字的那个 分隔,跟字的那个颜色 基本上就是主页这就出来了 这呢,就是一个搜索引擎 就跟谷歌一样,谷歌它那个网站 其实设计的也是非常的简洁 现在我有时候也给别的 一些客人设计网站 有些客人呢,是比较尊重我们的意见 大家商量着来 有的客人特别的难缠 像我以前说过的南岸那个Model 汽车旅馆,就是要求把它的网站做得非常复杂 最后是也没做成 所以呢 好,现在我太太来电话了 我得接一下 喂,亲爱的 剪掉了,剪掉了,我又把字幕重新调整了 是比较麻烦 好了 我这回给那个会员频道 在做一个,介绍一个招工网站 然后我就回家了 好了,挂了啊,好,来,来 好,刚刚家里老板打了电话了 好,那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网站的设计吧 这大概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有的朋友们,你要做生意或者找工作 有时候要设计自己的一些社交媒体的页面呀 你不要设计太复杂了 设计简单一点就行了 设计如果有公司的话,想设计公司网站也不要设计的太复杂 基本上能说清楚,差不多就行 有时候你要平衡一种功能跟一种美学 到时候呢,你尽量的要侧重于功能,而不侧重于美学 好了,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 我就再不多说了 这个网站,你在运它的时候,你要运它找工作的时候啊 因为它在很多国家,它都有单独的一套 数据库跟网站在 你比方说,我如果点这个Canada 下面这个列表里头的,它就把我练到 adeco.ca 然后我就可以在这上面找工作 adeco.ca是一个全球最大的猎头公司 它的这个工作,通常呢 都是有一点点高大上 所以有一些很简单的工作,工种,可能在这地方不太容易找到 但是你如果一旦找到了,那是非常不错的 就跟买彩票中奖一样的 另外,它除了工作搜索之外,它还有其他的功能 比方说,你可以加入它的membership,它有个signup,signin 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吧 像我这儿没有,以前搜索过的那些 job还可以save 你看adeco公司的网站,它下面还有些使用的功能 现在我就找一些Engineer,我看看 能找到什么样的公司 它现在就是让你搜 我就给它搜一个安大略吧 安大略它说有好几个 Engineer,现在它这边就给你自动出来了几个Engineer Change Facilitator Adeco is currently assisting our medical manufacturing client to fill 这就是,它整个就是做一个中介 就跟其他的,我们前面看过这个Monster不太一样 Monster呢,它只是个平台,你找到之后你直接跟雇主联系 而这儿呢,它就是当一个中介,你要跟它联系 然后呢,它再给你签线 搭桥,给你提供一些服务 这就是你找猎头 跟你自己找工作的一些区别吧 我自己现在还没有找猎头的一些经验 就是给大家告诉你 有这么个猎头,如果是一个专才的话 你就找他们,他们会帮着给你找你想要的工资 当然,你也想要一些费用 我有一个朋友,不过 他呢,也没有加入我的会员 他是 学了这个石油 他现在人在加拿大,他不想回中国 他想找一个石油机械相关的工作 如果他加入我的会员的话 他可能就能够看到这期视频 这期视频我就不想在非会员放了 非会员放这类视频已经太多了 很多人也不太感兴趣 所以记得会员放着,如果他能够知道Artico这个公司 去找的话,说不定他的问题就解决了 那好,今天关于德科集团 以及他相关的网站,他的业务特点 我就先说到这里 谢谢朋友们,再见,拜拜